球员们提前向你们表示慰问 尽管现场的工作人员啊 仍然是眉头紧锁 时刻关注天气的状况 但是今天你看这个上座率 是太高了 再糟糕的天气 也交不灭我们球迷们的热情 这绝对是足球世界里 最容易辨认的球场之一 这里也为这项运动 增加了很多色彩 好的 召唤的较量开始了 拉西对阵毕鲁 将球送到前掌 这个段球干净利落 进攻被阻挡了下来 阿尔维斯 迪亚克希尔瓦 库迪尼奥 亚利桑德罗 亚利桑德罗 他的带球没有揉到黑段 是抢不到的 清一 有谁知道这球是传给谁的吗 这么大 直接长传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漂亮的直策球 塔利略抛向了传球的落点 华丽的脚下动作 把握传球的直击 漂亮的脚下功夫 塔赛米罗 阿尔维斯 时间很开阔 在球转移到另一侧 库迪尼奥 那把 踩脚失射 塔利略 寻找风险队友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的不好 传球的意识不错 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 再打理一点就好了 这将是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吧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 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就上半场而言啊 你觉得双方交战的形势如何 上半场比赛 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 真正的威胁 我觉得他们的团队合作 非常了不起 效率也很高 同时非常有组织性 目前还没有进球 但也不乏亮面 半场结束还是0比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 巴西显然在比赛中占据着优势啊 知道我知道比分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但是他们如果继续保持 前45分钟这种态势的话 我相信比赛的天平迟早会倾斜 两个仙吧 巴西拥有球权 但是没能组织其有效的进攻 马尔基诺斯 以及长传 想要穿透防线 视野很开阔 亚利桑德罗 这个约会被发现了 人家大脚长船 亚利桑德罗 古迪尼奥 古迪尼奥 甘露多菲尔敏诺 凶狠地抢断 这个场抢没什么问题 干净地抢倒了一球 究竟谁想抢到球呢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阿尔维斯 卡赛米罗 古迪尼奥 阿图尔 阿尔基诺斯 亚利桑德罗 古迪尼奥 球在罗伯特菲尔敏诺脚下 阿尔维斯 内马 古迪尼奥 古迪尼奥 最后希望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 有问题哈 时间到了 0比0看起来还算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比赛基本看不到精彩的个人表演 看不到精妙的配合 完全没有侵略性 哎呀 防守队员基本上是躺着防守的嘛